今天的新闻发烧中 但你关心五大战争议题最新 中国对台是不断的武力威吓 同时持续侵扰外岛金门 中国四艘海警船在26号 两度企图冲进金门南方限制水域 海巡署立刻指挥调度四艘的 巡防艇是踩一对一船 钉船的方式来对应监控 缺离中国的海警船 海巡署也呼吁了中方 体认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因应中共虎视眈眈 政府要推动全社会防卫任性 全社会防卫任性 武庸会第一次会议 总统赖清德主持之下 讨论的议题相当的广泛 涵盖错假讯息 还有认知作战等等 台湾民主实验室顾问曾博渝 就对资讯战提出了建议 希望建立认知作战的早期预警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在真正的战争开打之前 其实舆论战跟心理战 早就已经开始了 而今年中共扰台手段不乏 是出动了无人机侵扰威胁 在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上 与会官员就指出 交通部将规划建制与提升 反制无人机的量能 除了松山机场已经完成建制之外 桃园以及高雄机场 包括遥控无人机侦测 告警的委外服务案 也会在未来几年继续的完成 那不只是军事的挑衅 中国近期也寄出了统战旅游团 是以投资考察文化交流等名义 来低价招揽组团附中旅游 国安单位就解析了四种态样 包含了他们会引导开户办居住证 掌握个资或组建跨界统战团队 老鼠会直销协力模式 以及吸收台湾干部组统战人才库 但是在中国发布22条之后呢 这入境可能就会被随机抽查 手机等等的私密资讯 还可能因此被拘捕 所以国安单位也提醒国人 不要贪图便宜参加统战团 最后行政院长周庸泰 连续两天是宴请了民进党立委 以及部会首长们来进行政策的沟通 对于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案 被蓝白立委联手卡在程序委员会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他会后也进行转述 说周庸泰希望能与立法院长韩国瑜来会面 共商总预算案复委审查的可能性 那他们也相信会得到韩院长的温暖回应 而同样引发外界关注的 还有继续销的金华城案 台北地检署加紧侦办案25号 检方是四度提讯了威丁集团主席 省庆金要深入的厘清决策过程 提讯是从白天一路问到晚上 这个时间超级长的 对比克文哲四度提讯 检方是用快问快答的方式 民进党立委王定就揭露当中的Mega 他表示长时间询问审欠金 应该是问出了什么 赌场就像当年卡碰的洗衣店一样 投币式洗衣店后来为什么被解释成叫做洗钱 因为他可以断来源的断点 你这边怎么有 王瑞德这边怎么有三万块钱现金 他老婆发现怎么讲 这个是洗衣店的现金收起来就三万块嘛 赌赢的嘛 来源可以断点 再来去向 你那边怎么多三万块 我赌赢的 创造合法的金流 需要抹去他的金流的断点 赌场有这个功能 你真以为赌场在赌钱的 赌博只是一个理由 不像你真以为洗钱的人 真的都去洗衣服 最顶级的 这个金流就有没干 钱的来源不想让人家知道 钱的去向不让人家知道嘛 一个叫断点 一个叫金流嘛 沈庆金跟柯文哲两个原来坚持都不说 利益是一致的 现在沈庆金跟柯文哲的利益有没有一致 沈庆金那个样子 问十个小时又过二十二分钟 这样子的被告一直说我生病 一直想要就医 你还把他堆来要问十个小时多 你们都以为是一提一提这样问 不是 你那个钱在哪里 我那个钱放在王瑞德他家 停 派两个人到他家 王瑞德 沈庆金放你家多少钱 这时候就要等他回来 十个多小时除了口供 很多问题 怠症会那么长的时间 有一部分是 你公诉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人 有另外一个弟弟 他要去 他不让你 我还是事后啊 你就在这边等 我就去 就去问了 就去逮了 所以沈庆金有很多很多很多 怠症事实 才会拖着病体问那么久 那至于沈庆金 有没有核盘拖出 至少他有讲出一些东西 让检察官忙来忙去 忙十多个小时 很长 然后另外呢 快问快答 通常就是 我对你这个被告没指望 我已经有一定的问题要问 我也有一定的旁证 左证 人证 物证 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每次都不说实话 那我现在就把Q提出来 问你的态度 你问完 随便你讲 随便你讲了 因为你讲的 可能不是我要的 我后面还有一句 被告这样回答 但是 这个某某证人怎么显示 某某证物怎么显示 某某被告证实于 他不一 所以这些动作呢 就是我已经要在收容了 或者我已经掌握一些东西 你不老实 我问你 然后再给你看 你也没有什么好弄的 破 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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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